嗨,大家好,我是阿栋 我现在在土窝里面,他们正在喝水 顾不上我 现在我发现有一只新出生的那一窝小兔仔当中 有出现一只毛球就是狮王那个品种 它毛很长,它现在就看起来那个脸很小很短 就它 看起来和其他的不太一样,它嘴就明显短很多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兔子喝水 这罐头上还算可以,相对乖一点 比较好摸 它一般不会躲 我现在就小轻轻的推下它的屁股,它就折进去了 诶 正前方的这只灰色的 它看起来好像就圆很多 圆嘟嘟的 喝完水就整整机都爬到这个上面 因为它们够不着,所以它们的前爪子是伸到水里面去喝的 所以现在前爪子是湿的 它只要不啃我的手,一切都好说 小猪子其实也不会咬人,它只会小心翼翼的闻闻你 确认一下你可不可以吃 或者说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威胁 哎,你要是没有威胁,它也就不理你了 看这小猪子这脸圆嘟嘟的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咯